我希望各位同學到目前為止 對偏正光學有一個在偏正態 還有對Jones Vector 有夠深刻的了解 那接下來是要開始介紹 偏正光學裡面 最重要的一個關鍵概念 它叫做Optical Birefringence 中文來講就是光的雙折射 幾乎所有的光能夠去控制它 絕大部分都是用雙折射的一個概念 來達成的 所以接下來這個部分是非常重要 然後我會花比較多的時間跟精神 來希望一步一步帶著同學了解 什麼叫做光的雙折射現象 所以等一下要介紹的範圍跟內容 比較多一點 但是我們的錄影會分成好幾個段落 所以第一個重點是我們要重新來了解 什麼叫做K方向的大小 所以現在要給各位同學一個專有名詞 之前其實我們在教波的特性 異界值的界面的時候 有用到它的概念 但我們現在要重新來看一次 所以這個特有名詞 叫做Normal Surface 或者也叫做K Surface 或者也叫做K Surface 這是第一個概念 第二個概念呢 就是光軸 雙折射裡面 基本上有一個非常特別的方向 叫做光軸方向 這個我們待會也會要花很多的心力 去告訴同學 什麼叫光軸 Optical Axis 光軸 另外一個別名叫做C Axis 另外一個別名叫做C Axis 另外一個別名叫做C Axis 然後第三個概念是 跟Normal Surface很像 很像 但它有另外一個名詞 所以它後面的物理意義也不太一樣 叫做折射率妥求 Index Ellipsoid 折射率妥求 第四個概念 當我們完全了解到前面三個基本現象 我們才可以了解到晶體的分類 雙折射晶體 有分不同種類 我會很明確地告訴同學 它的分類是如何定義的 然後呢 了解到所有前面四個基本概念 我們才可以真正來談 什麼叫做光的雙折射 Double Refraction 雙折射 同學記得Refraction就是折射 只要有不同材質形成的一個介面 就會有部分 穿透部分 折射 穿透基本上就是折射 它遵守Snell's Law 那在這個雙折射的現象裡面 又還會有一些細分的現象 等到我們真正講到Double Refraction 雙折射的時候 我再跟同學講它細分是如何 所以接下來的這一個部分 真的是偏正光學裡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一個部分 我希望同學真的可以 耐心地慢慢地跟著我來學 我們先從什麼叫Normal Surface 或者是K Surface 來開始了解 我希望從一個圍觀的角度 來帶著同學 真正理解到 在我們之前學的 所有的折射率 折射定理 都是多麼的僥倖 我要重新回顧一下 波動光學裡面 教同學的事情 電磁波 基本上同學到目前為止 都已經了解到 電磁波是 橫波 什麼叫橫波 一旦我一定 決定了我波行進方向 K 假設以平面波來想 它電場震動的方向 就是我們所謂的偏正態 可以允許落在什麼地方 基本上可以允許落在 只要跟K垂直的平面上面 任何一個方向都可以 所以我們剛剛才介紹完線性偏正態 所以這裡面我畫的每一個方向 假設這個叫X 這個叫Y 這個可能叫45度 這個可能是70度 只要我電場震動的方向 跟K垂直 它都是被允許的 那為什麼我說 我們目前的假設 是一個很僥倖 很天真的假設 回到我們一開始教同學的 真正的K K的量值 當我們的光 在非真空中傳遞的時候 它的大小必須要乘上一個 材質的折射率 好 K0就是在真空中的 波傳遞常數 所以等於N乘上2π 除上λ0 我也可以把它改寫成是 2π除上λ0再除上N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 波動光學裡面 不斷重複告訴同學的概念是 只要在一個材料裡面 通常折射率大於1 同學也已經會推導了 色散關係 只要在材質裡面 它的波長通常會變短 那為什麼這是一個僥倖呢 同學現在要回去 回過頭來想一下 我們之前所有的假設 我們的光波是在一個等方向性的材料裡面傳遞的 所以不管我的偏正態 我的電場 是落在Y方向 還是落在X方向 45度 還是70度 我全部都只看到一個 折射率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僥倖的情況 所以我現在要開始從微觀的角度告訴同學 什麼時候才可以有 不管我的電場在什麼方向偏正 都只有單一的折射率 然後慢慢慢慢延伸出所謂的雙折射 好 我們先從這邊開始 isotropic 等方向性的介質 或者是晶體 我接下來所有的median 都會漸漸用晶體來取代 median可能是crystal 等方向性的晶體 等方向性的晶體 如果我們去畫出它 一個最小最小的基本單元 叫做crystal lattice 晶格 基本晶格 它長什麼樣子 我先把我的卡式坐標系統 定義出來 好 xyz各自是互相垂直 兩兩互相垂直 要有一個等方向性 就代表說我的基本構成的單元 在各個方向上面 在x方向 在y方向 在z方向上面 它們的金軸的長度 都要相等 讓我再按照 有所謂的 按照 所以我現在幫同學畫出來的是 要有一個等方向性的材料或者是晶體 代表的是說 我去組成這個晶體的原子排列 在X方向、在Y方向、在Z方向 要非常非常均勻跟規則 所以我這裡畫的每一個角落 都仿佛是有一顆原子 然後呢 它們兩兩原子之間的距離 都相等 假設都叫A 這是一個非常漂亮的立方堆積 就像是一個方唐一樣 所以我現在如果有一道光 有一道光 幫各位同學標出它的行徑方向 假設有一道光 它的行徑方向是Y方向 我有一個光波在這樣子的材質裡面傳遞 往Y方向傳遞的時候 照我們剛才講的電場的偏正方向 當我的K一旦決定是Y方向的時候 我電場可以在哪一個平面上面 偏正 一旦決定是Y方向 一基本上 跟X、Z平面 跟X、Z平面 好 只要在X、Z平面上面 偏正 都是允許的 因為都叫做橫波 所以我現在隨便畫一個 假設我的偏正態 我的電場 同學注意到我接下來全部都會電場 都寫D 這是有特殊的原因的 D是電通量密度 D等於ε 我先賣個關子 但是接下來我所有的電場都用D來表示 這是有它的必要性的 只要我的D落在X、Z平面上面 我都可以把它拆解出一些分量 拆解出一些分量 就是它有X方向的分量 加上Z方向的分量 加上Z方向的分量 所以這是D、Z 這是D、X 所以我一旦 所以我一旦決定了波行進方向 我知道它是電磁波 它一定是橫波 所以它的電場一定會落在 在根、K、K垂直的那個面上面 所以我隨便有一個電場震動的方向 在我目前一個非常均勻的晶體裡面 我都可以把它拆解成平行於晶體主軸的方向 就是X跟Z方向 所以我問我自己 現在電場在X方向震動 跟在Z方向震動 有沒有感受到不一樣 電場在X方向震動 它感受到的材料的密度 也就是折射率 折射率就代表一道光 感受到這個材料究竟有多密 它每隔一個距離A 就看到兩顆原子 在X方向 在Z方向震動的時候 它也是每隔A就看到兩個原子 所以它感受到的密度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對於一個均勻的材料 當晶體的排列非常規則 完全是一個漂亮的正方體 我不管K在什麼方向行徑 光波在什麼方向行徑 電場跟K垂直 一定可以拆解成兩個 平行於晶體主軸的電場分量 他們看到的折射率都是一樣的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畫 Snell's Law 得到的一個結果 之前我們在畫 Snell's Law 兩個一直界面 兩個一直界面 對不對 我們說畫出半圓 當時我教各位同學的是 這個半圓的半圓 半圓的半徑 R1跟R2 基本上就代表著 有一個光波在這個方向上面行徑 K在這個方向上行徑 它感受到的折射率有多大 所以這些RJ的大小 正比於折射率 它的來由是 我們先前假設的是一個均勻的材料 所以我的K 不管是改變什麼樣的行徑方向 改變行徑方向其實背後的意義是 我的電場偏正方向 是可以跟著改變的 所以同學要想一下 這是一個非常僥倖的假設 我的行徑方向不管怎麼樣改變 他看到的折射率都相等 好 我簡單幫各位同學說 是我的N不是θ的函數 好 θ的函數 n跟θ無關 所以這是在均勻材料裡面 才有的特殊現象 所以等一下 接下來的重點 雙折射 同學如果比較敏感的 應該就可以感覺到 我要從微觀的角度告訴同學說 這世界上有非常多的晶體 而且絕大部分的晶體 都會有一些基本晶格排列上 稍微的不規則性 只要晶體排列有一些不規則性 就在某些方向上排列的會比較密集 有些方向會排列的比較疏 這時候電場在不同方向上偏正 看到的折射率就會不一樣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一步一步的帶著同學 其實從基本晶格上面的不規則排列 慢慢能夠把所謂的 normal surface 其實這一個東西 就是一個normal surface 所以我現在幫同學寫出一個 簡單的數學式子 對於均勻材質來講 所謂的normal surface 就是看k在任何一個方向行徑 感受到的折射率有多大 所以對於均勻的材料來講 kx平方加ky平方加上kz平方 除上n平方等於1 也就是說對於均勻材料而言 我的坡不管在任何一個正圓球 任何一個方向上行徑 我都只會感受到一種折射率n 所以這是我們之前 用這樣子的一個假設來教同學 兩種不同材質界面上面的 折射定理 接下來才會是回到真正現實面 一定會有一些雙折射現象